凯哥 孔哥 这他娘的 可是小日本开的店呀 小日本怎么了 怕个屁呀 先生和女儿 那你们是在室内住了吗 我们的 住店的 房间的要好点 可是住店的是要有良民症的 老 老娘不像良民吗 好好的 看看呗 好好的 看看呗 这是二零二房间 是我们这边最好的房间 保证安静 不会有人打扰你们的 开水滴 无法滴 快快滴 请放心 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到 先生 我已经在室内住了吗 好好的 在香港每天旅行 二人注目 一人男性和一人女性 是 快 大军 你那是什么柴蕾 我们着急的最优秀的枪手 所以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二人 赵旅长 永远不要跟我找借口 是 太军 里边情况怎么样了 新马空没出来过 人应该还在里面 那事不宜迟 应该咱们赶快冲进去 打得个挫手不及啊 走 快 你们想干什么 楼上的一男一女住哪个环境 他们在有零二 我刚上去看吧 人应该还没有坐 好 你们应该在买呀 的人应该不哄 别老小 自己人都在买呀 我自己了 来 我们在买 我自己了 去我自己了 你不会了 瘋了 我自己了 是 你真的 赵旅 我自己了 为什么 你这 都在买 老狗 你给日本人为虎作仓 毁了老子的窝 老子就在 鬼子的地盘上大闹天宫 老子要搅得你们日夜不安 向你司马爷求饶 太嚣张 立即封锁虹口 绝地三尺要把他给我招出来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就连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属下失职 请将军责罚 混蛋 你们两个继续留在这儿 配合皇军 扩大搜索范围 一定要抓住司马虎 是 是 不能扩大乎 要是给人家 放大乎 要是给人家 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假冒 falou 那emb ф pony 帅票出的 这是什么馊主意呀 就是 这信号枪农性 没问题 我已经加强了火药了 今晚有风 你若然见火就着 应该可以 不是 哥 不能再往前了 再往前就被发现了 不行吗 这距离有点太远了 还得再近点 今晚这活必须得干利落了 行吧 你抢给我 不是 哥哥 你要干嘛呀 这么些人不能应来 你们都是分别来自华北 华中 华东 各战区派遣军的军需官 你们将按照军部的命令 各自携带三千万法币 到各战区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些法币都是假钞 是我们对华经济战的一部分 目的 就是要扰乱敌方的经济 使帝国的军队不战 或者少战而胜 这个重大的意义 你们都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这些假钞 明天就会交付到你们手里 你们要尽快地把它运到前线 军部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印 还有第二批 第三批从日本运来 将军 将军 皇上 将军 出大事了 存放钞票的仓库着火 火势很大根本没法控制 仓库着火了 这怎么可能 据说是不明身份的几个人 从军部外面下仓库发射信号弹 这是仓库着火 我只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马可 这些假钞是帝国的最高机灵 为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个还不清楚 请将军亲自去看一下 就是这手你怎么这么穿 一把还没赢呢 就是这把 就是这把我肯定能赢 来来来快 别玩了 别玩了 海军陆战队仓库着火了 部长 你说什么 仓库着火了 营佐将军 让我们立刻赶到现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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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 哥你咋不早说呢 孙子 上又拿了 痛快 撤 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还要问你呢 这一定是司马空干的 你不是在抓他吗 抓到了吗 我们是一直在抓他 白天弟兄们没休息 晚上还在继续 这都是藉口 你知道这仓库里是什么吗 法币 上翼的法币全部回了 将军 您的仓库里怎么有法币 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 谁写的密 你 你们 将军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将军 这件事您不能怪部长也不能怪我们 那怪谁 将军 这个信号弹啊 它在飞行的途中它就已经烧完了 掉到地上的它都已经是灰烬了 这是常识啊 要说这个信号弹引燃了这个仓库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一定是有人故意在纵火 这个信号弹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目光 谁纵的火 除了司马空还能有谁啊 本来白天我们在这发现司马空的踪迹了 可是你们的人不让我们搜查这个仓库啊 没办法 我们只能撤走 到什么虹口 胡乱的搜医器 就让司马空啊躲进了这个仓库 他等到月黑风高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信号弹升空 他就马上开始实时纵火 你说这事 他能怪谁啊 帅飘说的是实情啊 白天我们在这儿 确实发现过司马空的踪迹 可就是那仙兵 死活不让我们进去搜啊 帅飘把整个事件编得天衣无缝 爷的盈佐无话可说 他用自己的智慧 让盈佐自己打了自己耳光 究竟是谁泄的秘密 这个司马空啊他误打误撞 进了这个仓库 您说对他而言那有什么秘密啊 将军 帅飘说得对 要是一着火那会儿封锁现场 那司马空 就不会轻易逃脱的 马后跑 这全都是马后跑 这件事 我一定要追查到你 报告 将军 陆战队追击匪头失败 还遭到了伏击 损失惨重 致下 有了 伤队 三